你好 我是82年的狗 问自己的 我修心灵法门大概十个月 我曾经很精进 但是后来懈怠了 然后我是想问一下 我在2012年1月 转过灵性 然后我的脸 就是有一个骨头方面 就没有好过了 然后现在就是 你说转过灵性 就是说灵性已经上你身了 我是看到它从我口里面进去了 然后从此看过医生 也没有用的 医生看不好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我其实已经烧过好多张小房子 几张啊 起码有48张吧 啥姑娘了 这种灵性进入自己身体的 没有800张 根本好不了的 因为为什么 它进去了你就麻烦了 它没进去之前 你可以20张啊30张啊 可以去掉 但是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了 它不大肯离开的 但是它现在还是在我身体是吧 对了 我现在身体多灵性吗 台长 我几几年数什么再讲一个 82年的狗 还在呢 在你腰上呢 在我腰上 但是它有时候离开的 它一般都是晚上会过来 它是男还是女的呢 你要看是吧 我晚上都叫它来看你啊 出来给你看看好吧 你都已经看见它从你嘴巴里进去了 啥姑娘 男的 男的 嗯 800张 你赶快给它念了 你知道它经常弄你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一个是腰 还有一个复刻 复刻 你自己没感觉的 你自己复刻很不好 你不知道的 不正常 不知道的 嗯 台长 我想问一下 你能帮我调整一下我的功课吗 你赶快念了 我告诉你 除了小房子之外 我的功课 我需要在哪方面调整呢 你现在心经念几遍呢 27 嗯 大悲咒呢 13 礼佛1到3遍 嗯 你现在解结咒念几遍啊 解结咒49 嗯 你现在给这个 给这个人 你至少要好好地念 先给他念180张 180张 嗯 台长可以叫他先离开 否则的话 你有点神经叨叨 你知道吗 嗯 你现在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而且他经常拉你头发 你掉头发掉的很多 你知道吗 知道 好了 谢谢